吴松把西门庆平身举起 顺着楼窗搜底下就给扔出去 西门庆有打湿的楼上的窗户里不就出来 这是换换第二个人 大头朝下这一下去脑瓜处地 这就完了 但是西门庆那毕竟是西门庆 那是有过功夫的 练过武术的 再者说西门庆也有跳楼的历史啊 他在潘金莲家里不就跳过楼啊 不过潘金莲家那个楼跟这楼可不一样 潘金莲家那个二楼那是住宅楼 那个比较矮 间距比较短 这十字楼这是门市买卖 比那个楼层高 所以这高度呢跟那不能比了 但是西门庆有功夫 有打这楼窗也不是一出来 西门庆一看头朝下 自个觉得这头朝下扎的地上是非完不可 他脑袋往下一扎 身子往前一提啪 来了一跟头 凭空一个跟头是双脚落地 蹭 落得大街当劲 落地这一瞬间呢 有点不太理想 为什么 咱说了 刚才呢下了俩琵琶 这俩琵琶掉在地上是扣着摔在那的 琵琶后面的瓢是带鼓度的 扣着摔在那这两边坐小码子 谁也没敢捡不知道楼上是哪位跟哪位打起来的 怕捡这个东西招出来是非 西门庆的一挑腿落在地下了 另一只脚呢就踩在那皮革上 踩在那皮革上一打滑 这西门庆孤单就来一定堆 平地来个定堆行 在楼上下来来这一定堆啊 蹲的那颗不清 这个脚这么一打滑就跟我脚脖子摆了 但是西门庆 这者那是金兵水命 顾逃命 翻身就爬起来 全的嘴里就往前跑 武松呢 武松把西门庆有大窗口扔下去之后 他一回身 就把潘金连的人头捡起来 来到椅子跟起来 抓着个刀 单刀就拔出来 他扶窗口一看 西门庆正要往前跑 西门庆 哪里跑 先把潘金连的人头扔下来 扔的还真准 西门庆瘸着腿正往前一跑 刚刚一抬腿 这脑袋往前一落 正落在脚面上 蹬地下 哎呦什么东西 西门庆一边跑着一看 这公伙他才有时间仔细看了 这是谁的人头 他一瞧 西门庆一看 这是潘金连的人头啊 这是那个跟他曾经同窗共枕多次游会立下过山门海誓的潘金连呢 尽管如此 西门庆也没工夫哭着潘金连了 他拿酒往旁边一踢他的脑袋 继续往前走 西门庆心想潘金连死了 死了就死了嘛 他往前跑 这公伙武松呢 尤打楼窗这这一球 一蹬这个窗户台 他敢天青 急凑身 搜 武松尤打楼上 就跳下来 跳到大街 把他都摆 哪里走 武松随便撒退 无非 这就你 别说西门庆把脚脖子崴了 就他脚脖子不崴 渴着劲地跑 他也跑不过武松啊 他没有武松那个体力 虽然说西门庆 练过武术 也被称作花拳绣腿 那分跟谁比 跟武松比 那不能同日而语 武松一身少林寺的功夫 立志一辈子都不娶媳妇 整天是坚持二五更的苦功夫 西门庆 练点花拳 练这么两下腿 他自个儿整天出入于烟花柳巷当中 那个身体素质跟武松差远了 所以西门庆 头前一边跑着 那一边回头看 他一瞅武松碾的这个距离 越来越短 西门庆想坏了 今天我跑不了了 西门庆心想 这大街上两边这些做小买买的 怎么就没有一个出来帮着劝劝架的呢 你们怎么都瞪脸瞅着热闹 要瞅着我西门庆的丢人了 这做小买的人呐 在旁边还研究呢 瞅着西门庆 你说啊 这个西门大官人 平素里穿着那个尖锈滑炮 拿着那个小事 在这个街上 他腰来白去的 你看他这多大的派仆啊 你看今天 他跑起来也不慢啊 是不是 也有点力气啊 他研究这么呀 西门庆心里想坏了 今天我逃不出武松的手了 要是这样的话 预期如此 不如我跟他来一个困兽油斗 我跟他拼他 说不定 今天又是苍天保佑 我还兴趣把武松给拼死 跑着跑着 就到了石子桥头的桥头跟上来 这个地方 有一个卖肉的掌柜 他摆一个肉案子 这肉案子上面摆着这个大片刀 还有踢骨刀 还有尖刀 这个踢骨刀比这尖刀还长一点 头衫也带尖 西门庆跑到这里之后 顺手在肉案子上 就把这踢骨刀抄过来 他这刀拿过来之后 把掌柜的吓一跳 哎 你怎么拿我刀 借着刀用一用 西门庆一回身 站住 他一站住 武松来到西门庆的跟前 西门庆 你不跑了 武松 我们两个 今天好好商量商量 我没把你怎么的 你干什么 这么不依不饶的 你没把我怎么的 你害死我的大哥 犹如杀死我的亲生父母一样 西门庆 我告诉你 今天你的末日就到了 武松 咱俩商量商量 我给你钱 好不好 你说 说个价 你要多少 要多少我都给 哪怕是我全部家产都给了你 只要你留住这条命 那我也干了 西门庆 什么 你给我钱 你以为你趁那几个臭钱 就可以什么都做得到吗 你那个钱可以上衙门里边去买老爷的权 但是你买不动 你吴二爷的心 别说你给我钱 你就是给我一千两一万两 你给我一座金山 也买不走你这条命 今天吴二爷就要你的命来的 武松 你不要欺人太深 我西门庆 可也不是好惹的 你要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 是 今天就是要让你给我大哥 偿命 说什么 一刀奔西门庆就剁回来 西门庆往旁边一闪身 他这个贴骨头的刀 他本来就短啊 咱们旁边一闪身 他照着武松的手脖子那捅 那武松能让他捅上吗 武松把刀往后一撤 一剪他的腕子 西门庆是节节败退 武松是步步紧逼 武松 前一刀后一刀 把西门庆杀的往后退 退了 西门庆发现坏了 退不了了 怎么呢 这老百姓做小买买的 谁都不做买买 一看是西门大官人 跟杨古县的武都头 这两个杨古县的出头露脸 这人物俩打斗起来了 这个热闹能不看吗 宁可今天赔钱 也得看这热闹 好家这人越聚越多 里三层外三层 给他打成场子了 把西门庆跟武松 俩人物俩人围着当劲 西门庆再想往后退 一看这身后都是人 尤其是旁边 有那么一个大棚杆子 这棚杆子就是一个木头柱子 是那么四个木头梁 完了上面架一块白布 有的叫遮阳散 有的就叫棚子 这棚子上边啊 上去俩年轻的 爬着上去的 为了在高处往下看 他上去之后呢 伸着脖子往一看 这棚杆子底下 就挖一个坑伸进去的 拿砖头挤着 两个人在上边 承重 他承不了了 这杆子卡巴一下子折了 这杆子一折 正砸到人群里 人群这么一乱 呼啦一乱的功夫 西门庆手里拿这刀 略一闪神 就这一闪神的功夫 武松这刀 先奔 他就拿这刀的手来 西门庆往回抽的略 威一脉 刀掉地下了 不光是刀掉地下了 西门庆手指头 给削掉了俩半截 削掉就西门庆 啊 他拿手一转那个手 这心血万物之流 武松这事 反而不忙了 把刀一合 瞅着西门庆 怎么样 西门庆 他拿这单刀 一挑那个踢入刀 进了 他不是刀 巧个他 那意思 我打你个服 这刀一挑 西门庆啊 根本就没接 往旁边一闪神 啪 这刀掉地下了 西门庆这点 觉得自己 不行了 西门庆先想 硬的不行 就来软的吧 有一线希望 我也得求生了 西门庆 哭通 就跪着地下 无独头 无独头 千错万错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无独头 你只要饶了我这条命 怎么都好说 无独头 你 你大开天根吧 你饶了我吧 怨我怨我 都怨我呀 怎么着都行 只要给我留这条命 西门庆 今天是怎么都行 唯独不能留你这条命 我要给我的哥哥报仇 摔 洗了一刀 剁下来 西门庆往这边一夺 刷 这边又一刀 西门庆又往这边一夺 武松 横了一刀 西门庆一低头 武松里 冤手一捧 刀有打这儿进去 一翻吧 开了 肚子里边 肝胆 脾胃 胃肾 肠子 肚子 一起 出外旅游 呼噜的一下子 就都出来了 鲜血 往四下一剑 看热闹的那个 哎呦呦 这怎么倒霉 把西门庆血 碰到脸上 西门庆这也死了 看热闹的 往四下的一推 武松 单刀 滴了着转到西门庆的尸体的前面 张他的脖子 一刀 脑子又剁下来 一抓他的法器 滴了去 鲜血 滴滴答答之躺 这只看着那里 都不敢看了 这家伙光天 画日之下 瞪着眼把这个人就开了 堂了 剁下脑袋来了 谁见过这事啊 老百姓 胡拉 往脸 一散 武松 逼了西门庆的人头 这只武松 凶身浮体呀 模样有变 西门庆 你也有今天 孟茴走 走在半道上 把潘金莲的人头也滴了起来 两颗人头 法器合在一起 转着 武松回来 回来来到这个狮子楼 想问问掌柜呀 楼上边打了多少东西 我负责给您赔 掌柜的跟跑堂的吓 哎呀 这楼上的事您别管 您快走您的 哎呀掌柜的心想我的爹呀 您要再进了 我这楼里还不定怎么着呢 武松低着两颗人头 就回转到紫石街22号 此时各紫石街 22号 这屋里边 这些个高旁贵友 这些个远近邻居 都没走 赶走嘛 武松临走的时候嘱咐的好 得看住 这十六带着四个土兵 告诉这些邻居 饭都吃完了 后来的时候都不想吃饭了 什么也吃不下去了 十六说 诸位要不用在楼下坐着 可以上楼坐着 喝点水啊 这几个邻居 那好 咱们上楼 上楼吧 嘻咯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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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有的往楼上走 这只王婆呢 站起身来 我说 我跟你们商量商量 我回趟家行不行 十六说怎么着 你怎么回家了 武渡头都说了 不准了回家 不准回家 我回家换条裤子 你怎么去了 我尿了 姚二郎在旁边一听 别让他走 你这个老死婆子 你尿了 尿了不得岂敢咕 武渡头说了 不让走就是不走 王婆一看 还有 真他妈缺的 裤子尿了 让我在这儿气着 那行 我也不上去了 我就在这儿坐着吧 王婆在楼下这儿坐着 他们等着 一等再等 等了好长时间 武松回来 武松回到这里 就啪一推门 武松迈不进来 主位 让你们久等了 逼了两个人头 楼上的 和这楼下的 一听武松回来 一起往这看 一看 怎么带一个脑袋走 滴了回俩了呀 哎呦 这姚二郎 从楼半截上 他还没上去呢 他看见了 那不是西门庆吗 啊 把西门庆给杀了呀 这楼上的 稀里糊里 稀里糊里 又都下来了呀 武松呢 把两个人头 在武大郎的供桌前 一放 然后 点起几柱箱来 往箱炉里边一扎 拿起几张纸来 点人之后 往那烧纸盆子里边一扔 在铺潭前面 哭通往里一跪 大哥 兄弟今天给你报仇了 金夫阴妇 都让我杀了 西门庆潘金连的人头 现在摆在您的供桌前面 大哥 阴魂有灵 您安息了 大哥 鸿鸣的大哥呀 武松趴在地下哭了 哭完之后 武松站起身来 赶沾眼泪 诸位 今天 我武松 干了一些过头的事情 让众位高临 你们都受惊了 现在 既然大家要给我帮忙嘛 那就请诸位 给我帮到底吧 我现在武松 要上衙瓦里边同爱 众位高临 跟我一起到公堂之上 给我做个证 我今天做了些什么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黄鹏 跟着我们一起走 这些邻居们一看 西门庆真让武松给杀了 这摇二来早 旁边捅过 那个赵四郎还说 你说怎么样啊 咱俩打的那个多 那十两银子 还得鬼我呀 赵四郎一听 嘿 这都到什么时候了 您还惦着这个事呢 我赢了 哈哈你赢了 一干人等来到衙门里边 马上击鼓请老爷声唐 老爷使文会在大堂 一坐有人禀报 老爷 武松把西门庆给杀了 老爷一听 当时就一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